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收回官府 妥善利用之日 这就是你的真实目的吧 那等什么 把这儿两个人给我拖出去 斩了 放开我 放开我 杜少傅 放开我 枕不能斩 二爷 我乃京无尉前统领吕成云 大人 的确是当今圣上亲命之一 金无尉 杜大人 这李清流龙傲一 不是你能动的吗 二爷这幌子失职打得太过了 看他要怎么变 放人吧杜大人 就凭你一句话 二十年前 宫里发生了一件秘心 一名梁园诞下龙子 恰逢宫里事变 梁园带着公子秘密出逃 不幸的是 在出逃的路上 那名梁园不幸身亡 从此皇子便流落民间 你说的那个皇子便是 便是银城巨谷第一人 新思路的大当家李清流 我方才居然要占皇子 此事可是确凿 杜大人 皇子那是瓜皮打礼术 当年我奉皇命 护送梁园和一名公额出宫 杜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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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快 那儿 你们几个跟我来 你俩个 那边 跟我 这边走 追 我保护皇子 前后受人 只能让龚俄和皇子 藏身在一个废弃牢草屋 等我回来找他们之时 已不见踪迹 我犹如皇恩 只能卸下金吾卫统领之职 在银城附近落脚 并以银城为中心 向方圆百里 寻找皇子的下落 二爷这边的有点过吧 这可怎么收着 你在银城 他也在银城 你为何不早些找他呢 你们不知 李清流的那名奶娘 就是当年那名公额 我也是后来才知醒 他藏身于李家佛堂 被李家家主发现 为了躲避追兵 才将皇子送给西夏五子的李家 自己则隐姓埋名 进了李家当了奶娘 这些年 皇子高调经商 我也才有机会 看见他相效圣上的长相 仅此断定是皇族血脉 会不会过于草率了 机缘巧合 我起疑之事 龙竹帮恰逢 与新思路结下梁子 这正好便由我进庄调查 可是我苦苦寻不到证据 直到看到了李清流的奶娘 才弄清了事情的真相 你是